作为前国族主帅高洪波,在带领国族参加2018亚洲区十二强赛,在前四轮紧接拿到一分的情况下,被族鞋直接下课。 而在随后的时间里,高洪波辗转中架联赛指教北京北控队,在今天据英国媒体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前中架外援维克托阿尼切比,Victor Rennichibi向FIFA投诉了北京北控世界操纵比赛,而在该媒体报道的内容中,阿尼切比表示在比赛前,球队主帅曾对他做出这样的专属安排,不要盛门而对此他也提出了质疑,但是队友却告诉他, 这里是中国This Is Game教练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做,《每日邮报》称,阿尼切比从去年十月以来,一直与北京北控发生争执,并寻求法律手段来处理他的案件。 曼瑟斯特的体育律师克里斯法贝尔·克里斯法威尔·克里斯法威尔代表阿尼切比与北控的总经理进行了接触,但是他呼吁采取行动的要求两次遭到了护士,目前仍有待进一步行动。 值得一提的是阿尼切比由于在去年十月份就一直与球队发生争执,导致了无法登场,而最终在今年二月份双方终止了合同,因此阿尼切比也由于长时间打不上比赛,导致状态无法得到保障, 最终未能入选尼日利亚国家队,因此很遗憾的未能随对征战2018俄罗斯世界杯。 更为重要的是一点是,阿尼切比提出的那场比赛前,主教练对起案是不要射门,是对阵的本范季中,超胜斑马北京人和,因此这不是简单的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问题,更有可能涉及到北京人和是否也参与踢甲球。 如若最终被菲菲受理,恐怕这两支北京球队都要面临着直接驾计的风险。 另外前国族民宿郝海东也就此时发表了一些看法,在雪峰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,或许郝海东此番说话,也有着不同的含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